巴基斯坦特别法院的30号是判处前总理伊姆兰汉和前外长库雷西各10年的监禁 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 伊姆兰汉所属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发言人表示 法院在伊姆兰汉被关押的监狱中宣读判决结果 伊姆兰汉的律师当天的回应称不接受这一结果 批评案件是虚假的 据了解伊姆兰汉被指控泄露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向巴政府发送的秘密电报的内容 由于此次判决来自特别法庭 即使伊姆兰汉在最高法院上诉 结果仍然有变数 巴基斯坦将于2月8号举行大选 伊姆兰汉因被控涉滩等罪名无法参选 此前伊姆兰汉批评针对他的司法案件是当局阻止他参加大选的阴谋 巴基斯坦做使用